布老杰是以年长者为主轴所推出的活动 而老人家的失智问题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 罗东正名代表许俊仁就建议县府社会处 警察局应该将县内6000位失智老人指纹全部建党 帮他们顺利找到回家的路 不过对此陷阱局是回应 警政署从97年开始就已经在全国推行 不过因为指纹建党需要当事人或家属同意 所以要全面执行是有困难度的 目前宜兰县失智老人统计大约有6000人 在重阳节关心老人之际 罗东正名代表许俊仁 特别建议县府社会处跟警察局 应该将县内6000多位失智老人 全面进行指纹建党 如果未来有老人家走失 就可以靠科学的方法帮他们找到回家的路 一般来说都是签对到失智老人 都是用这个记号研的方式 但是现在目前 已经执行的效率上效果跟执行效率 都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个人就是建议社会处 以及警察局能够针对6000名的失智老人 来做指纹建党的列管工作 就是请这6000名的失智老人 能够为他们的指纹做建党 以及做列管 未来如果这些失智老人万一如果失踪的话 家属要来透过警方来学寻 警方就可以立即用电话电脑连线 到各县市以及各乡镇的警分局以及派出所 能够用最科学最有效率的方法 来找到失智老人 对此宪宇表示警政署从970年开始 在全国推行身心障碍者 申请自愿纳应指纹作业 当中也包括了失智老人 不过因为指纹建党需要当事人或是家属同意才行 警方没有强制力 因此要全面建党执行上有困难 但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向陷阱申请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